位在大甲区武林里新安路265项附近约20多户的住家 多年来民生用水都依赖地下水井维生 但今年面临全台56年来最大干旱 导致水井从清明节开始就已经见底 居民无水可用生活相当不方便 为此明代这天也特别邀请相关单位到场会刊 希望能够顺利争取经费协助民众装设自来水管线 民众指责地上的水井表情无奈 因为这口水井从清明节开始就已经见底 当地居民无水可用 有的人只好每天开着小发财车 载着水桶到外地装水 有人甚至得跑到十公里外的亲戚家 借用浴室洗澡生活相当不方便 我没方便坐下来 每天都要坐下来坐下来 都没方便了 你也要坐下来 便所也要坐下来 洗衣服也要坐下来 要坐下来就要再去盖矿田水 盖没方便 我就是我们全家人就是到五七一个朋友 然后借一个地方洗澡 然后我们每天也都是提着20公升的水 然后骑着摩托车去街上买水回来 然后每天都是提还蛮多桶回来 这两座路的人虽然是很散 我们这里就很散 但是用水大家都用水 就是这样很不方便 这处位在大甲区武林里新安路265巷附近 大约20多户的住家 原本都是使用地下水井 但受到今年旱灾影响 地下水源抽取不到 居民们面临无水可用的种境 为此地方也特别邀请相关单位到场会刊 希望能够顺利争取经费 协助装设自来水管线 后续大概就是要 我们在地的居民来配合 把相关的一个土地使用同意书 那还有相关个人的一个证明文件 能够提出来 那我们会配合水公司 还有公所这边赶快来作业 两个行动各自有十一户 总共有22户 这些相关的资料 在这几天的均格是多少 交给自来水公司来设计 设计好后 我们希望在后五月 我们自来水公司 可以快来试做盐管 经过评估之后 市府也随即编列200万元的经费 装设自来水管线大约有450公尺厂 并纳入目前才刚通过的 第一起盐管路灭复瓶工程当中 预计两周后就能够完成规划设计 而自来水公司也会尽快进场试做 改善当地的用水问题 介绍波罕台中厂报道